各位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好 欢迎您来到三里团剧场 观看今天的北京德云社相声大会 首先请您欣赏相声偷谱子 留言者樊潇唐 李久江 还有吗 快点快点 别高级别高级 谢谢啊 哎 没了啊 快点啊 有机场的快点送我礼物快点 啊 没带礼物啊 那就不要拍照啊 开了玩笑 相声大会呢 从我们这场就算开始了 是 同一场节目 拿我们哥儿来说吧 咱们俩人上台心情非常的开心 高兴 这一上台底下观众朋友们 有拿手机照相的 有 啊 来吧咱们先照相好吧 我妈的照景点了 拍一拍的动画 没这个动画 因为第一次来团剧社 都想拍拍照留个纪念 有的新朋友 有的是老朋友 新来的朋友 您给我鼓个掌好吗 我看看 哦 这大部分都是新来的哈 一定啊 那我就好变了啊 好变了啊 真的好变了啊 好说了哦 那大家伙来的德云社 肯定不是冲我们哪个演员来的 不是某一个人冲的是德云社这三个字哦 金子召开啊 我们这些都是小演员 每一场上台都得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有不认识的 嗯 我的姓团叫焚肖唐 好变了啊 介绍完我了也得介绍一下 好吗 介绍我 介绍我 好搭档 这个项子啊 其实是四分公寿 大家伙都了解 说学走唱 哎哎哎哎 这 好搭档就完了 拿了 那我完了 名字没错的 哈哈哈哈 你有名字吗 有啊 你还有名字呢 没有 巧克力 好 对不起 葛怪 上台有点紧张 别紧张 忘了介绍他的名字了 嗯 介绍一下 介绍一下 这是我的好搭档 姓夫叫猪才怪 这个 他的这个 你要不知道了 别吓唬我 嗯 我叫李九江 不猪才怪 哈哈 哦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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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哎哎哎哎哎 你们反正都拌一下 怎么表演啊 我我是独裁的 哈哈哈哈 你怎么叫起来 我 我 我是不是独裁的 是不是都不行这个 你挑一个吧 我不信独 我叫李九江 叫李 行李 李九江 是我 确实来说相声说的非常的好 请你搬 这是九字刻的师哥呀 别吓 师哥 哎哎 有什么不懂的呀 不会的 向人家请教 嗯 特别人家相声说的特别的好 真的 凑 没有说台上我带上胡说八道啊 台上拍马屁 绝对没有 嗯 实话实说 嗯 相声说的有一个名词就是我发他的 怎么说的呀 鸡立鹤群 这见一见 那谁也瞧不见我 你 怎么了 鸡立鹤群干嘛呀 不对吗 鸡立鸡群 鸡 鸡鸡群 对不起 又扶不到啊 鸡鸡群 对 他是一个畜位的 啊 拔萃的人 哈哈哈哈 我说你气短 你真的 你这样干嘛 你得停的你 吓我一跳 出类拔萃 你这一停我多有条腿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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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不拐的 哈哈 又扶到腿 我告诉我 哈哈哈哈 出类拔萃 出类拔萃 好演员 其实我们哥俩都是小学生 是 上台看这么些亲爱的朋友们 嗯 难免会紧张 嗯 会开心 对 其实这个由第一次来德意社听相声 嗯 您对我们这呢 肯定是不太熟悉 嗯 对吧 其实不要紧张 怎么呢 晚上来这听听相声 就是图开心来的 放松 花钱买票在这听相声 对 开个心心的 该乐您就乐 别老觉得是 啊 我来听相声 是不是 就乐在心里乐就好了 不要这么心 嗯 乐就得乐出来 嗯 对吧 不要老说别人不乐啊 我也别乐了 那天 别这样 嗯 花钱了可能就不开心了 哎是 该乐你就乐 对啊 该鼓掌就鼓掌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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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我就这么说 还有一些要脸的这么鼓掌 哈哈哈哈 好吧 那我就不管你们了啊 反正就开心就好啊 你们怎么着来这开心 怎么来 嗯 其实我们来人 我们的主要目的就是做你开心 是 我们私底下努力 为什么努力呀 为什么呀 就是为了采访做你开心 哎 展现出来 每个演员私底下 喜欢的东西都不一样 啊 拿我来说吧 你 最喜欢干嘛呢 喜欢什么呢 喜欢听听戏曲 啊好习惯 对我就喜欢这吧 喜欢听京剧 京剧以后 我不知道他喜不喜欢听 嗯 你喜欢 我也喜欢 但是你听的戏特别少 我听戏怎么少呢 我听的没几多 我也没少听过 我随便说一个戏 你可能都没有听错过 我听着 清风亭 太知道了 啊 也叫雷批张继宝 嘿 今儿我人也太狗憋了啊 什么话下去 啊 看错点了 啊 看错点了 你小看 这叫雷批张继宝 对 这个戏你还真听过 我听过呀 大家伙可能可能也都没有听说过 这个戏是一个什么剧情啊 你给大伙说说 张继宝是一个人物的名字 这是一个人 在清风亭这个地点 让雷给批刺了 让雷批了 为什么呀 为什么 不孝顺父母 哎 刚好 热诺了上天 雷咔嚓你个雷批刺了 其实这个戏有一点迷信 是 但是咱说实话 喜欢这个主题 也寓意好 现在都应该孝顺父母 对 甭管岁月大岁月小的 有父母都得孝顺 白善孝为先 对了 就这种不孝顺父母的呀 各位 我该造雷批 对 真的 就这种人呀 让车碾死都不过分 就这种人呀 就应该造雷批 那还是你怕那边全不见是吧 你说不孝顺 举例子 你干嘛老直我呀 我直你怎么了 我就跟我不孝顺似的你 你孝顺吗 我当然孝顺了 我当然孝顺了 你孝顺 孝顺 你再说一遍 我孝顺 你孝顺 孝顺 你在这你跟我瞪眼 你孝顺 我不是孝顺 你孝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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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那意思 下意识的就是指这种人 对不对啊 我正同您的说话 对不对 对对对 有的人特别讨厌 活着不笑死了笑 这是怎么理解的 父母活在世上的时候不听话 哦 专门气 那父母一死了 你看这种人 花钱 打扮白事 哦 办白事 为了给谁看呀 为了给邻居看 为了给邻居看 外人们瞧 花这么些钱 你说死人知道吗 肯定不知道 死人就不知道 对 你知道吗 不知道 这你怎么老有我的事呢 你说 你老大茬 你这话我才不跟你讲 看哪个事呢 你说呀 嗯 花钱为了给邻居看 邻居这么一看 哎呀你父母都死了 你还花钱干嘛呀 真孝顺 体质不忍 有这么一种人呢 咱们属于这种可怜人家的心 嗯 就是父母走得着急了一点 走得走 没来得及孝顺 嗯 他花钱犯白事 嗯 背的不是给别人看 嗯 解自己的这个心 嗯 你说我这么这么些钱了 好不容易能孝顺父母了 父母走了 老家想不到福了 对了 请和尚念经 什么的 各位您可留神 现在来说你要请和尚念经 可得请真和尚 这实话啊 千万别请到假和尚 这个和尚没有假和尚 这你不懂了 有真必有假 和尚要假和尚 嗯 有人干过这个 哎 一会我都多了一提 为什么 谁 谁谁谁呀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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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谁谁谁 哈哈哈哈 我跟以后多注意点 我这一说人家名字 大家伙都觉得 哎呀这个人自己碎 传闲话 我成什么来了 小白嘴嘴言 我不能说人家叫什么名字 怎么怎么着 那我们怎么知道 介绍一下他的特征 大家伙呢 心知肚明就行了 哦 我们自己心里就明白 心里明白就行了 那你说说这个人的特征 他有什么 他就是 反正在后台挺厉害的 对 特别白 然后是合作合作啊 哈哈 然后也是猪的外表 哦 哦 差不多 这是他的特征 你说真厚了 你说哪 哈哈 哈哈 你完了 你要吗 你给我扣了 谁说在后台挺厉害 有白子 就他呀 白多了 朗哥也白 非得不是够 朗哥出了牙白 哈哈 哈哈哈哈 哎 这么说 咱也 我也不是说 不是和他是和尚 不是那意思 嗯 张和伦的父亲就是和尚 你拉倒了 哈哈 他父亲是和尚 张和伦咱哪来的呀 啊 就你的意思 和尚不能娶妻生子 不能成家 张和伦的父亲是和尚 嗯 张和伦哪来的 就是 那这事就得怪我了 哈哈哈哈 怪你 怪我没说明白 你说的 对吗 嗯 我得介绍介绍 你跟他说什么 朗哥的父亲不是那个正经的和尚 花和尚 哈哈哈 这个人老瞎说八道 我什么叫不是正经和尚 不是真和尚 就是这假和尚 骗钱 骗钱 知道吗 骗钱啊 知道吗 白天做自个儿的小买卖 买点什么 袜子呀 花盆呀 褲盆呀 这东西 都摆地汤 摆地汤 什么都买啊 什么都买 嗯 他手底下有这么一帮人 顾着一帮人 又叫小和尚 是手底的 这帮人干嘛呢 干什么呀 白天撒网了撒出去 嗯 找伙去 嗯 到了晚上谁家死人给的钱多 咱们就去哪家生钱去 接这个白事 就这意思 明白 别小贩罗伦的父亲 嗯 主角啊 他还是主角 大帽啊 就是住持的意思 大官 穿着打扮 跟那帮小和尚不一样 有什么区别吗 你看这往小和尚踢一个光头 对 戴一个僧帽 穿一个僧袍不就完事了吗 很简单 张和尚父亲不能这么穿了 他们老爷子呢 得戴五佛官 什么叫五佛官呀 唐僧戴的那个帽子 就叫五佛官 哦 那天是给我瞧见过 五个小佛爷 对对对 而且不能光穿僧袍了 还得怎么着 还得披夹衫 我得夹衫 红色夹衫 我明白 可是这些东西 张和尚的父亲 一件都没有 假的吗 那边有这些 现人还不骗个正经分 这个怎么办呢 找东西代替啊 代替 五佛官没有怎么办呀 这个拿什么呀 张和尚十岁时候 那生日帽子 戴上去 哦 顺人戴上那帽子 对了 有点区别 上面不是有生日快乐死的那儿吗 对呀 剪下去了 这还不能留 然后提五张铺子买 铺子买 铺子买 石钩嘎铺子 哦 一六 僧袍没有怎么办呀 这个呢 穿铺哥说起来那大褂 大褂合适吗 大褂 铺哥穿正合适 他爸爸穿嫌小啊 大褂跟那个僧袍有什么区别呀 哪会先 僧袍到膝盖 对对对 对了 他短呀 穿上正合适 这不就有僧袍了吗 有了 袈裟没有怎么办呀 找东西带屁吧 什么东西啊 张和尚他父亲啊 跟他母亲结婚的时候啊 有那红被单子 剪下来一块儿 红被单子 屁身上 还美呢 还挺好饭 看着怎么样啊 好饭是好饭 但是穿不出去 为什么呢 后背刻着百变好盒子 嗨 这不胡来吗 反过来穿 关上我 这不就完了吗 对不对 有这么一天 白天做自个买卖 到了晚上 接了一档子活 有活 人家需要十个和尚 最后找来找去 九个和尚 还少一人 少一人 实在是传不上人了 实在没辙了 怎么办呢 从家把张和尚给蹲腾来了 让他去 对了 张和尚的父亲一推上进来 乱 干嘛呢 你下离拜容易没躺 我听像呢 怎么了 跟我出去一趟 跟我出去念经去 啊 干嘛去 念经去 不行不行 念经我不会呀 实话 你不会 我会吗 骗人吧 跟着你别 你别唱 你别唱出来 你瞎哼哼 假唱 跟着哼哼 大爷不行 没有和尚带儿子去的 不会 你别叫我爸爸 叫我师父 啊 师徒相称 师徒相称 其实没辙就去了 去了 前半部分都挺好的 嗯 到了后半部分 啊 张和尚的爸爸啊 看中了人家本家 一点东西 什么东西 人家本家是四合院 啊 这个门大门后头 立着一把斧子 哦 斧子 这帮人不光骗吃的 骗不作骗钱 还什么呢 还偷东西 赤手牵羊 家里头有什么值钱的东西 当时不能偷走 对 当时先藏起来 嗯 等散会的时候 这一趁乱 东西一偷走 对 一百钱 这时候他看门后的 有把斧子 他一看谁立这斧子进啊 谁 不是哥 想让张和尚把这斧子 当时先藏起来 哦 他怎么说呀 怎么说呀 怎么说呀 张和尚把这斧子藏起来 就是咱走路拿着呀 这斧子藏好了 张和尚把这斧子藏好了 嗯 啊 拿走 拿起来 张和尚是明白了 人家本家也明白了 你们这剥我斧子 来来一斧帮给你砍走了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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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这么说 嗯 他们有技巧 什么技巧呢 得拿念经的方式 告诉张和尚 这多难养子吧 聪明啊 念经的方式 怎么说 他这么来的呢 阿弥陀佛 教徒弟 这个教掌不论师徒相称吗 教徒弟 我们好 有阿佛阿 临走 烧着 佛阿佛有把斧子 临走时烧着 当时佛阿佛一样车就卖了 把这伙伴也是不得好 佛阿佛看见吗 大姐是盖好了 都看见了 这斧子 看见是看见的 但是拿不走 为什么呀 各位不是那种小斧子 一临就走 什么样的 大板斧 李逵家的白事 就是 这是什么话 大板斧 人家这斧子正宅用的 多了 那我 很低 这斧子我没法跟您形容 您知道王者楼梁里边的乘老金吗 还得王者楼梁里头 不是 庸莲梦诺沙斯 对 这斧子 你说的我听不懂 庸莲梦玩的什么了 就那种大东北 森林法国那斧子 深山老林 龙哥不是东北人吗 他知道这种大斧子 把这两人砍这大树来了 这斧子不是我怎么拿呀 例如刚才十来岁 是啊 这斧子拿不走啊 得把这拿不走的理由 告诉他爸爸 解释出来呀 不能以大白话的方式 这斧子不行 拿不走不能让扣 也不能扣 也是拿念经的方式 那怎么说的 那叫不是人聪明的 是这么说的 嗯 尊师傅 叫他爸爸 这把书子 从尘杆长不得掖着 这书呢 从尘杆长不得掖着 我可气 当时罗伦哥他爸爸听见 也觉得可气 哎呀混蛋孩子 我把你带回来了 带一废话 什么用罗美馆上 你告诉我 头儿馆上有什么 我不是让你藏起来 你自个儿想主意呀 给他爸爸气的 只是跟罗伦哥出主意 怎么出的 把桌上去叫居婚灵啊 那小灵的 就是灵的 对 抄起来 吹我命 你接墙头扔出去呀 接墙头扔出去 当时罗伦哥听见了 接墙头扔出去 我扔得动吗 就是扔 我就算扔得动 我也不能扔 这不较劲吗 不是较劲 怎么着 因为罗伦哥已经背着他爸爸 偷出去一下工作 什么呀 人家本家刚买的 三层体的大蒸锅呀 蒸锅 现在清楚之前了 以前吧之前呀 还有用三层体大蒸锅 人家刚买的是洗干净 在院的外边空水 我说一进来看他了 把这锅藏墙头外边了 他想趁断的时候 一块拿走 可是这时候我爸爸 让我把这斧子 从墙头这边扔出去 这斧子一扔出去 肯定把这锅就砸坏了呀 很有可能 可是这个斧子 可没有这个锅值钱 对 他得把这一大套理由 全告诉他爸爸 这怎么告诉啊 这回念经 肯定是不行了 是啊 还得唱了 唱 如果把你让那小木鱼 有人又抄起来 开始敲他 敲木鱼 怎么来的 阿弥陀佛 随师父您听说 在墙头外边有口果 我一人斧子砸了果 果比斧子之地多 你的徒弟我来说 不要斧子但要果 弥陀佛 越唱了 对 不 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